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们 大家知道什么是笋毛结构吗 我办所是有九块笋毛拼成的 在这里挑一下 谁能上来挑一下 你上来 在做这个行业之前我是当老师的 90年代初 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我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梦想 在这个时候我就离开了学校 选择了去做红木家具 这个是插尖笋 你看把这个拆下来以后 这个是笋头加什么毛眼 因为红木家具里 它不光是毛笋结构 里面所有的吉祥文样 以及它的美学原理 方方面面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修了很多课程 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 更理解更热爱了 笋毛结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在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 体现的是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 在这个时期 我们的红木家具规模已经做得很大了 在国内已经很知名了 就想建一个艺术馆 2006年初的时候 红文博雅艺术馆终于建成了 红文博雅艺术馆建成以后 实际上我是建立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这里边集原创设计 还有唐卡馆 还有丝巾馆 这里边集中了这么多文化之后 都是场面开放的 北京新机场名言就要投入使用了 大兴马上就成为新的国门 所以我希望通过对红文博雅艺术馆的打造 带动周边文化的发展 让世界各地的来宾 来了以后都能看到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 让红文博雅能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